抓出來 然後放開 放開 其實這些二思想本來就是不存在的 因為我們誤解了 我們誤解 以為它是存在的 但是其實它是不存在 那我們把它抓出來 放到虛空中 就不見了 就沒有了 對 所以這是一個對峙的法門啊 你真的做了之後 其實是有幫助的 有好幾次我就是 氣到抓狂 然後我就去廁所裡面 然後我老公就聽到 我一直在那邊 放開 放開 哈 哈 哈 這樣子 其實這邊 這個放開是第一步 放開 還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就要 它後面有嗎 你就要這樣 哈 哈 再沒辦法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